夜晚墨色将至 营帐外 寒风四起 惊起寒压一片 魏无羡摇看着西沉的太阳 长叹一声摄日之争 终于结束了 魏无羡腰间鲜红的敌碎 随着虚浮的脚步轻轻地晃动着 他的手里还捏着一支酒坛 向来喝不醉的人 今日却不知怎么 发了疯似的想要灌醉自己 几个时辰前 金林台窦言厅内功愁交错 恭维生此起彼伏 各大家族的家主名士 举杯言欢 共庆摄日之功 席间 唯有宜邻老祖 与韩光君的桌案前冷冷清清 起先 各大家主客套之后 再无一名修士 敢举杯上前 原因无他 无非是因为宜邻老祖战场上 一人一敌 邪魅狂志 可召万千音士 陈情一曲纵万鬼 令百股生花 实在是令人闻风丧胆 新年风神俊朗的少年郎 现如今 笑意中却尽是森然 而兰家名士 韩光君 更是以冷淡严正注视 周身三尺可谓冰封 那双眸琉璃 满是生人物尽的气息 而一向坐式玲珑劈透的金光瑶 更是把宜邻老祖的九席 与兰望姬的九席格力开来 遥遥相对 以免二人在席间又开始针锋相对起来 被江城死拉硬拽来到这席间的魏无县 被人引到桌前 看到向来与之笔铃而坐的韩光君 而今日两个人之间 突然拉开了这么一大间隔 不免觉得有些好笑 自是一看就看透了这安排 却也向身前的金光摇到了声泻 魏无县自真自着 暗自苦笑 世人皆知 宜邻老祖与韩光君向来不合 相看两眼 可谁知道 谁又能知道呢 一席末衣的魏无县苍凉一笑 向远处的韩光君举了举手中的酒杯 也不管兰望姬看不看得见 抬手之后便引了下去 兰望姬自是看得见的 自他到了席上 魏无县还未知 待魏无县露出衣角的那一刻 兰望姬眼睛里的余光 便一寸不辣地 全落在了这个人身上 兰望姬眼睫轻泼 他又瘦了 他轻轻抿唇又皱了眉头 胃婴 喜酒 淡 多饮 伤身 魏无县自看过兰望姬一眼 便再也没去看 他倒酒灼饮 前方未捉的江城 在席间向后暗示魏无县多次 你别再喝了 不知道现在的自己 几斤几两吗 不知道魏无县是真的没看懂 还是懂装不懂 他只是举起自己的酒杯 散散地往前一身 就轻轻瞧瞧地和江城碰了一个杯 然后又接着喝去了 气得江城差点直接摔背 席间金光扇不住地夸赞魏无县少年英雄 天纵奇才 语言之下 招揽之意招然若介 魏无县游刃有余地应对着 言语多了 却也烦了 也没和江城打招呼 瞅准见戏 领着酒坛子就走了 一些不大不小的仙门家主 得到金光扇的颜色 瞅准时机 赶忙上前 将宗主 这魏无县不过是个家仆之子 摄日之争 不过是有些功劳 便居公自傲 说走就走 连生招呼都不给你打 这样子分明是不把你这个家主放在眼里啊 是啊 是啊 你看这魏无县明知道这是什么场合 也不配件 太放肆了 这江家也面于何地 没错 没错 要说这魏无县还真是不知理 周围的人七嘴八舌 脚得江城额头青筋扑起 秃秃直跳 终于江城立声喝倒 冷厉的目光扫视众人够了 魏无县是我云梦江市的人 他怎样 还轮不到你们说一道四 还有 有些功劳 如果没有魏无县 射得下这太阳吗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想干什么 少他妈的在这里妖言惑众 江城撂下酒杯 冷哼一声 向席间拱了拱手 头也不回地 静止走了出去 挑拨离剑不成 留下瞠目结舌的众人 与江城已一同出去的 还有身姿清冷的韩光君 蓝望鸡站在江城身侧 低语道 他 还好吗 江城凉凉地 看了蓝望鸡一眼 你和魏无县 不是吵得最凶吗 现在问什么问 他冷哼一声 阴阳怪气地道 不劳韩光君费心 说罢 江城便静止离去 虽是顶了众人几言 可江城心里还是不痛快 那些机灵狗碎的 知道些什么 个个都想冲大尾巴狼 也不照照镜子 看看自己几斤几两 配不配件 关他们屁事 但是当初的他 也曾与他们一样 当得知金丹的真相 当知道魏无县再也拿不起 随便再也无法以正途登顶时 江城真的想狠狠地 跟魏无县打上一架 但他却只能蹲在地上 抱头痛哭 一遍一遍地质问 为什么 你他妈的魏无县凭什么 你问过我吗 但是魏无县一开始没有说话 只是神情略微复杂 他就是怕他这样 直到江城痛哭流涕地揪着魏无县的领子 要他剖回去 魏无插才开口 你以为买东西退货呢 说不要就不要啊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江城捂上自己的丹田 如若不是走投无路的温情 来找魏无县 没有找到人 转而找上他 他不会得知金丹的真相 如若不是魏无县在自家叫场突然昏倒 爆发出浓郁怜香 他也不会知道 他一直以为还没有分化的人 原来早已经硬生生地分化成了昆泽 可他本该就是天前 只是因为他没有金丹 三个月又受尽了乱葬岗上的阴气浸染 江城一记拳头恶狠狠地打在了墙壁上 心中的痛却消不下半分 是 他是极度魏无羡 从小就比他天资好 几乎世事都要压他一头 但是那是他的师兄 除了阿杰以外 这世上唯一的亲人了 他怎么会不希望他好 可知晓真相的他 跑去质问时 魏无羡他妈的还在装傻 直到他搬出温情 这人才模模糊糊应了一声 更可气的是现在 明知道自己的身子不能也受不起遭见 还喝 将成东张西望 这人拎着酒坛子又跑哪去了 暮色已深 魏无羡身子一跃 纵身轻巧地跃到一棵树上 枕着单臂 曲腿轻晃 心里不知想到什么 他的眼睛里闪烁出细碎的星光 轻笑一声 又摇了摇头 思绪飘忽 抬手便饮了一口手中的酒 酒坛中的酒很快便被喝光了 丢掉酒坛 魏无羡又摸了摸薄梗后 还未削的牙印 除了这牙印 那抹檀香味早就不见了 他择了一声 又长叹了一口气 抬眼望着天上的星辰 自顾自地说道 宜邻老祖与寒光君 则 说出去都会让人觉得好笑 不觉得 嗯 魏无羡低头回望 眼眸中猛然硬上白衣角角 不知道什么时候 蓝忘机就已经站在了树下 素衣若雪 美如观玉 尽管看过许多次 这一次竟还是教魏无羡一时看呆了 魏无羡有些出乎意料 蓝 蓝湛 蓝忘机望着树上的人点了点头 嗯 是我 秀着蓝忘机身上的淡淡檀香 魏无羡突然就放松了下来 单手支着脑袋 也遇到 没想到我都跑到这荒郊野外里来了 韩光君还能找得见我啊 蓝忘机紧抿着嘴唇 注视着树上的黑衣人 心中的复杂感无以复加 终究又化作了一句卫英 跟我回姑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